火花在Hijack位置拿到了一對K 現在吃一百九十萬的後手,直接O-In 現在因為前駐已經二十五萬了 這也是我大概八十個前駐,那BONOMO這邊 有一個S-JACK,在Button S-JACK感覺是一個比較適合去主動攻擊 而不是適合去跟O-In的牌 應該S-JACK這裡低了位,很難去跟了 很難去跟了應該會蓋牌了 因為畢竟,對手是這個,這個真的不少了 一百九十七萬,接近真的接近 哇,接近八十個 七十九個 七十九個錢就太多了,A勾點多 我們這邊BONOMO稍微用了一個,第一個岩石牌 什麼牌 我們這邊BONOMO,因為畢竟這個四人桌 帶起O-In的,哇,還是選擇一個跟住 哇,真的硬啊,真的是硬啊,真的是硬啊 這個BONOMO,真的是硬啊 頭,頭是真的鐵啊 這樣他也扣 整隻地人 A勾他幹嘛扣你這個,兩百萬 他以為我投機,有大堆 這頭是真的,真的鐵啊 79個前駐,那A勾就是,說上就上 他真的淘汰破發的慾望好強啊 他是一個真的進攻慾望非常強的男人 很喜歡做對抗 看一下KK對A勾 哇呀,那這裡A勾是基本上量掉了 基本上量掉了,在這麼乾燥的面 那後門瞬了 靠這張A,發七九了 或者發圈石 這邊只剩下8%的勝利 對啊,只有一個後門瞬了 在短排中8%已經非常非常低了 很難在短排 在短排中很難再翻牌就把對手壓制到一個9一開 要把對手就9一開領先 合牌 哦,還有一個後門真的是被縮中啊 後門,有一個後門 變成8,7,9了 變成14%了 但依然是佛珠 每次ALL IN落後的時候,波諾就會拿佛珠出來耶 最近發現他的最近的新招 就ALL IN落後的時候就會拿佛珠出來祷告了 以後我也要拿佛珠出來,我也信佛 沒有用耶 沒有用耶 所以佛珠這招不行 我們的Polva一個蠻大的一個Doubleup 讓他從馬上變成有400萬 不知道有沒有熟悉他了解他的觀眾啊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奧馬哈成績 感覺我直覺上,我不知道他奧馬哈打得怎麼樣 但我直覺上他應該是一個奧馬哈打得非常好的選手 好,看一下曹瑞 做了一次跟注 雙方 都是卡順 一個卡9,一個卡10 那我給我下注30萬 曹瑞是選擇缺口 依然是一個卡9的身子 那兩位,兩位都起,都是選擇了一個過牌 合牌 合牌有一張8 我應該要打了,因為這邊開不了牌 8應該也跟不動 啊,這裡沒有開,這裡 看到對手是8 8 越南,他打不過8 這位只有KKK,K10啊這種 居然讓8配獲勝 对,打不过八,曹瑞也是有点惊讶 那这里许亮是在翻牌击中了一个顶队 Hexton这里是有一个后门的概念 一个卡什的顺子兼后门花的概念 波诺某这里是可以考虑轻松起牌的 什么都没有 许亮这里是标准的一个跟注 面对五万我的下注啊 他甚至可以去考虑直接做隔离 二三万地尺 还是选择稳妥的做了一个跟注 转牌的一张K,许亮是非常乐于看见 因为这张K虽然是给对手带来了一个黑桃的买牌 但是给自己稳固了三条 算是一个定心稳的 因为不然一个没有KICK的K在上面其实很难打 那你中了三条其实就比较担心对手有更大的牌 对,就不太会担心了 这里Hexen可能会继续做第二条街的一个炸火 因为他有一个买卡顺 又买铜花顺的一个牌系 也是蛮强 可以看这边将近他有百分之三十的胜率 下注一个二十三万也是非常重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一个下注 这里还是一个跟注 面对对手一个百分之八十的下注 继续保持跟注看一下何牌 会不会发黑桃呢 并没有发那是给许亮补足了葫芦 这种葫芦啊 补足了葫芦 虽然上面有一个铜花 可是他这个葫芦 还是一个会抵抗的一个牌 而且他有位置 然后面对对手的一个下注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注 这里Hexen是开不出牌啊 开不出牌 他这里要么就直接过牌放弃了 如果要打的话要打很大 我觉得这边Hexen应该不会放 应该可以打个什么五十五万之类的 他现在放弃了 因为这张花也是进入了对手的买牌范围 那这里就是一个反打 而且他是大的葫芦啊 所以应该还是会选择一个下注 这个大葫芦像抓 可以抓K的价值 可以抓 这里可以试图打六十万左右 都还不错 打的好像比较小 打了四十万 也还可以 那这就是盖牌了 做了一个半匙多一点的下注 枪口的位置 Hexen选择跟注九十杂色 一个四加底池翻牌来到K七十杂色 这个A勾啊 虽然是有一个卡顺的听牌 但是目前用一个A嗨 都还是有蛮多的权益的 而且现在人也太多 打不太出去 他这个A嗨在 哇 直接中了 空中某中了一个纳子的顺子 A嗨哪怕在四人底池中 对手有击中啊 依然还是有一个领先 短牌因为看发展性了 所以听牌是 你的发展性 在翻牌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的 招牌 击中了纳子 Hexen这里 十 九 都没打 波诺摩埋伏了一条街 目前波诺摩还是一个 纳子 顺子 那大家其实这边也不太有人 有牌可以选择 跟住波诺摩的下轴 那波诺摩这边应该还是 打一个架子下轴 在转牌啊 是选择了一次过牌 打得非常的飘移啊 继续过牌 就一埋伏就干脆埋伏到底了 埋伏就干脆埋伏到底了 就看谁 看谁要偷 许亮如果不偷的话 破发是不会偷了 因为破发的圈是有 有机会在三条街的过牌的 一个池里面 拿下底池的 许亮看看偷不偷了 没有人敢动 许亮要打了 撞到队友坚果了 二十万底池中 下注 下了一个超池 二十七万五千 他果然要偷就偷超池了 他果然要偷就偷超池了 来 香烟 赫森这里 也是扣不动啊 也是没有办法去做 暂时不用看 那我们这边我们的许亮做了一个 蛮重的一个 bluff 那他的bluff也算是有道理啊 拿一张关键的一张九 那我们BONOMO也是埋伏到这个River BONOMO这个埋伏真的是 很深啊 真的很深 很深 Hexen Hexen这里是抓鸡成功 但是没有想到 哇 还有个十一对抓鸡 哇 这个抓鸡抓得很成功啊 真的是 真的是太强了 哇 这个抓得很成功 这个A勾真的是直接就盖掉 然后Hexen这里大赢家 哇 这个十怎么抓的 哇 BONOMO在这里的一个加注就太屌了 这把经典手牌了 对啊 这手牌 这手牌BONOMO在想了一个超池 并且还是有一加跟注 他现在目标就转到了Hexen头上 他现在就想Hexen这里后手 好像有点料 好像有点料 而且他的A勾太隐蔽了 这里Hexen但凡是真的有他匹配 他这个跟注的一个十牌的话 一定会跟注他再一条街的一个加注 因为A勾这里三条街的埋伏实在太深了 这根本就很难猜出来 他是A勾这种牌啊 无迹可寻啊 哇 直接打得超大 加到180万 直接是盖牌了 哈哈哈哈 这里Hexen Hexen在想 就搞不懂了 对手这里是在什么 我们的刘明忠有个Pocket 10 哇 我们的Benefield 这边有一个ACES 这里又可以做加了 而且位置又好啊 这边一定是会选择一个大的加注 那我猜应该会加到可能是十个前注 三十万左右 差不多 三十五万 三十万 三十三十万 这是什么 做到三十五万的加注 九十是可以跟注的 九十同色 而且哪怕是没有位置 哪怕是没有位置 你竟然是可以考虑跟注的 九十同色 是非常强 打得非常标准 YKIA真的是 其实看到这些玩家 真的是世界顶级玩家 在短牌方面 他们真的是 打得非常非常的守规矩 就是守自己的系统 纪律性非常好 每一位玩家都是 诗诗这里也可以考虑做一个跟注了 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位YKIA做了一个跟注 那曹瑞这里是盖牌了 因为圈九是不足以去游戏一个 翻前的四加加注底池 除非是发得特别特别好 就上来就给你填顺 不然的话都不太好打 这里AA面对 两个对手 在一个底池已经来到110万的情况下 他这边要谨慎一点 卡顺 卡顺间听花 胜率是比AA还要高一点 目前来看 但实时基本上已经是 走远了 因为实时其实也是 他进来也是听了三条 买不到三条他也可以很轻易的放弃 他也知道面对两个对手 他的范围其实是 他实时其实范围是落后的 实时是落后两家的范围的 所以他这里如果抽不到三条 是很轻松的一个盖牌 那AA这里应该会做一个小的一个保护 应该我还以为他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到 哇直接打all in 奥跑 哇 打得好直接啊他 不给人家有实现价值的机会 而且他是被两家cover的 这个打得好凶残 被两家cover的 我觉得这个all in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其实短牌很好买 哇 我YKing Young也是没在客气的 没办法了 那这个牌进去看到这个面 不可能盖给你 他目前是领先AA的还是 还蛮多张牌 哇这手牌 那这手牌 不管谁赢啊 那一家就变成超短马了 如果是要不然就是YKing Young 变超短马 要不然就是Benefair被淘汰 这个AA打得 大哥你这里会觉得他打得很 我觉得还ok 因为上面很多左眼吧 帮我这边AA直接join dead join dead 我觉得这个ASUS打得不错 超吃惊 我蛮喜欢的 因为其实你想一下 在这边你AA 你一个overpair 你在这边 如果在还没有 对方骑后有一些顺势可以买 你选择一个下注 好我们的Johnny不那么平均了一个六碗 好我们的Johnny不那么平均了一个六碗 我们的Huston也选择平均 留名中也选择平均 这个翻牌 用Huston集中的顶对啊 一个蛮干的一个牌 我觉得Huston这边应该可以 应该会试着做一些下注的动作 虽然上面的结构蛮干 那短牌就是 短牌就是因为买到牌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你有一些不错的牌力的时候 应该可以试着下注 然后试着赶快收下第一次 但我们Huston这边是选择一个过牌 好留名中选择四者要来偷下这个底次 那Huston这边当然是不会盖牌 那这边是选择一个过牌 应该是要选择一个过牌根主 这边有个顶两队 这边留名中持续的进攻 那Huston这边还是一个过牌根主 因为毕竟 Barton是一个比较有可能 唯一一个比较有六的一个 一个手牌 那我们的Huston这边集中了一个算是纳瓷的牌 上面并没有花的组合 而且这Round Round的Full House 那我Huston应该也是要选择续的过牌 来一个Bluft catch 应该是要Cherrys all in 那我们昨天有看过留名中打过蛮多的一个Bluft 那包含我们的Rever中了一个顺子转成投机 所以留名中是一个如果在网路上定义 我们就看他的数据是个Aggression偏比较高的一个玩家 就你一check他就会动作 你一打就会raise 所以这种比较激进型的在后卫的玩家的话 我们应该会对付这种玩家的话 应该会比较适合多做一些check 让他主动下注 好,现在第一次有91万 留名中适合要继续偷下这个池 下注到60万 这边我们的Huston 当然就是一个 算是 射的陷阱 然后对手也跳进来了 这边是一个 可以check risk all in 0.10万 2.1万 2万 0.11万 1万 变成多 哪里塞了 多好 有个班级要满 然后班级要满 要满奶 对 上人也帮对 然后我选择一个chick race 那这边六名中应该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才能盖吧 我有六 我也有六 那这里有k 我还以为他是中k 我也是啊 或者偷袭或者k 一个六也不敢打这么大 我还可以用这边是餐口嘉义拿到的圈圈 三人练不迪迟 我们看一下 翻牌是k勾8 那这样目前现在这个面上还是领先的 但是看到一张帽子不是特别敢轻举妄动 又在前卫 flop三个人选择过牌 转牌一张十 这样ykingum是有一个两头顺子的听牌 选择下注十二五千 而且他阻挡了很多这个 顺的 因为自己有两张圈 这边被曹瑞跟住 曹瑞这边是卡圈 同时击中一个抵对8 转牌一张9 选择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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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曹瑞也是选择把他的这个成牌转转 转buff 选择过牌 选择大多巴 选择 www 才剛講完 我們的破發就選擇了一個加注 那再一個現在60萬人底池 許亮應該是有可能直接Owin 很開心喔 許亮 最怕就是沒人家 你要打一個無人底池 長牌都很難打 何況是短牌 就假裝放棄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許亮有什麼動作呢 還是他會選擇加注到 130萬 加到160萬 那破發這邊應該是 不太有辦法抵抗 而且他又是Case 如果破發是個90 搞不好有可能跟他拚了 真的 好 直接吃牌了 破發是一個 我覺得他打法還是很穩健的那種類型 嗯 不然就不會一直進final table 真的 打還是很好 狂進final table 太厲害了 上次黑山進了五個 可是倫敦也進了 兩個三個 對 他上次那個 嗯 他之前那個 十萬主賽 第二之後他是已經變成了 這個 第一名 等完下第一名 等完下第一名 好棒喔 天哪 好棒喔 天哪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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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 對 是個五人的 列布底池 看一下莊外的Hackson 會不會在這個位置去做擠壓了 其實這 這個底池真的蠻誘人的 對 對 Hackson選擇過牌 Flop是9A6 好棒喔 好像 大家都沒有 特別強的那種 關聯性 好棒喔 曹瑞這邊是選擇 下注 十七萬五千 短牌中的阻擋章是不是非常重要啊 短牌阻擋章非常重要 那其實短牌阻擋章大家通常會比較會使用的阻擋章是一個 譬如說是一個葫蘆的阻擋章 嗯 用童花的阻擋章稍微困難一點 嗯 順子的阻擋章還是比較常用 我們剛剛這裡是擊中頂隊 然後同時轉牌 買一個卡順 對 卡順 還有後門花 發展性還蠻強的 轉牌是一張草花KING 這樣的話 我覺得在看了這兩天比賽我發現 比較會就是喜歡用這個 喜歡在翻後去做操作的曹瑞算一個吧 他蠻厲害的 曹瑞本來就非常強啊 對真的很強 打得超快的不用想 嗯 很想很想問問看說請問曹瑞 有沒有在打牌的過程中有後悔過什麼決定 如果曹瑞這次FT有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我們可以考慮去採訪採訪他 上次曹瑞就是我們的短牌的 短牌的主賽冠軍 嗯 在黑山戰的時候 太厲害了 因為有的時候多人抵持 其實大家 他bluff的這個操作的可能性會稍微低一些 但曹瑞還是 蠻蠻常做這個動作的 我見過他幾次三人抵持 在BB的面上去做race啊這樣 挺厲害的 而且實際找的都很好 嗯嗯 基本沒有撞過鋼板 剛剛算一手啊 剛剛撞了一點點 曹瑞又 又收持了 用他的對9把對方S打蓋 很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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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民宗這邊 O-In 勢必會遭到我們 這幾把怎麼每個人都有S-King啊 對啊 這S-King怎麼這麼好拿啊 大亨還蠻好的 這個 這次解說過癮了之後 好像沒幾天台灣就會有那個 撲克王的比賽 對台灣就 哇台灣比賽現在非常的多 啊 狗八八嘛 我們撲克王的比賽是在 8月15號到 19號嘛 嗯 對 八個撲克王的比賽 那撲克王的比賽 結束之後呢 9月 還有我們的 J88 Ultra Stake的比賽 哇 幸福啊 很多啊 然後11月還有APT的 Final 對 也是辦在我們的台灣 明年2月 還有我們的 WPT的 第一次開始的比賽 也是辦在我們的台灣 太羨慕了 國內玩家 如果看比賽 覺得很收養的話 可以去參加那個 三亞月碟的比賽 CPG 對了解一下 所以其實整個亞洲比賽 是非常的多啊 漂亮 哇 好 這樣的話 兩個人進行一個跑馬 Flop是66k 哇 這邊 89快沒戲啦 蠻難的 沒有一張草花 或沒有一張 789 應該蠻容易還是有機會啦 哦 有一張草花 草花 這樣的話有四張草花的出牌 對 14%的勝率 我看一下這一個River 如果這邊沒有發出草花的話 我們的流明中 就會止步於我們的第六名 一樣黑色 可是並不是草花 很遺憾 那我們也是 這是恭喜來自中國香港的流明中 他是 取得了這次 十萬買入的短牌主賽的一個 第六名的成績 第第第第第第七名啊 第七名 可以獲得48萬多的英鎊 也是蠻多的 是的 哦 果然八把多 AK AK黑頭 這麼容易拿的 一把這一把 槍口加二 選擇了Limp6000 Bernomo Bernomo 是用A8不同色 在Hajack位置 自行一個跟注 莊衛的曹瑞 是 這樣那個 流明中衛淘汰後 曹瑞好像是場上 目前 籌碼量最低的玩家 BLOB 60圈 兩張紅心 那曹瑞這邊是有一個不錯的兩頭順聽牌 Hackson這邊沒有黑桃有點遺憾 是 目前還有一個卡戈的順 我覺得如果都過牌 曹瑞可能會打的 一開性格來 這個雙頭順 又一個overcard 很強 還有一張紅心 這蠻強的牌啊 又有位子 下注十二萬五千 Hackson選擇是用自己的AK進行跟跟注 轉牌一張九 直接聽到啦 Viva 沒有 Viva Viva Nuts 你打牌了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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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擊中 Nuts 曹瑞這邊是去進行了一個埋伏 希望對手能 能夠有點什麼可以支付的牌 嗯 曹瑞這個check 蠻隱蔽的喔 蠻隱蔽的喔 要埋伏一個對手 那Hackson在這邊很有可能會不會做個bluff呢 因為AK好像就 因為飄飄沒有攤牌價值 最主要S 對手轉牌也選擇沒打 所以Hackson這邊有可能是一個可以bluff的機會 因為畢竟 對手 在轉牌做個check 正常來說 有牌的人 在轉牌是不會放棄的 嗯 那這邊如果 如果轉牌 曹瑞這個埋伏 有可能可以誘導出Hackson做出一個大的投資 喔真的 那因為上面開出了疊牌 曹瑞應該在想說 到底是跟住還是加住 真打蠻重的啊 曹瑞可以個 喔齁齁齁 喔齁齁 他真的有 哇 中招了中招了 真的 對面破壞 S Queen 嗯 他真的 一直都還挺有牌的 對啊 check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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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 晃 בש Combat 發 這邊是兩隊曹瑞其實set 哇這個這個這個有得打了 而且上面有一個for joer 對可能會想可能會打得很凶 是的 呀 樸發這邊是一萬八千 许亮圈酒直接弃牌 小心一点 曹瑞曹瑞说 整排是一张方片酒 曹瑞是一个后门花亭牌 但这张牌其实两个人都不太愿意看到 不是很想看到这样久 有些像石钩这样的牌 或者是一些方片的组合 都有可能在这个面上去击中一些强牌 那这边算是点可以让大家缓下脚步 因为开出一些童话 PoFa这边选择过牌 曹瑞是下注三十万分之一底吃 PoFa会不会有可能在这边把顶两队弃掉 他并不是很开心看到这张酒 对 而且顶两队其实比较尴尬 其实如果其他的牌力有点被cap住了 因为其实也会担心童话 因为他的两队 他的葫芦是比童话小的 嗯 那所以他这边可能会打得非常的小心 就算中了葫芦 他也会很担心对手有没有更好的牌 他还是选择跟住 合牌到一张红心钩 他变成排面上一张单十就成数了 两个人都选择过牌 面是越发越危险 好险好险 PoFa这把只掉了五十四万而已 还好Fluff没有打起来 他在顺曹瑞的毛 继续声还好 分别到衣服 好,曹瑞 有卡下面的順子啊,在Button有位置裝架,試著要偷下這個地池 那許料應該是一個可以check code的牌啊 好,好,好 曹瑞持續的下注啊,收下地池 曹瑞真的打得非常兇猛啊 上街黑三的短牌主賽冠軍就是我們的曹瑞 這邊佛法埋伏了QQ 那J8OFF啊,其實是在短牌裡面一個蠻爛的牌 他每差一格有差很多啊 所以他繩子直接蓋掉 J8OFF感覺玩起來有點像長牌的 什麼概念啊,大概6-9ALL的概念 可是9JOFF就好非常多,那10J就超級好 曹瑞依然保持他的節奏啊 鏡頭還沒到到他的時候 籌碼就已經丟出去了 波法埋伏在這種牌很尷尬啊 不排除有些人在這邊直接丟掉 多倫底斯,對,這個QQ在這種7-8-9的結構上面是非常難打 就是因為你的牌不會長大 就是一個blob catch 所以一個沒有未來的牌 我覺得這邊直接丟掉 甚至AA我覺得直接丟掉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邊對我們的BONOMO有一個 成長的一個空間啊 那雖然他現在QQ是落後 那他這後門滑也可以給他一些幫助 那BONOMO在這邊 112萬5千的柱,下柱 47萬5千 那曹瑞就純粹一個雙頭順啊 雙方都沒有擊中 我那麼會不會下足一個100萬頭順啊 畢竟他現在看不了牌啊 那在後面的位置 他還是沒有選擇放棄啊 因為其實在這個短牌 短牌的比賽中啊 我看以往的經驗來看啊 他們都是在沒有攤牌價值的時候 一定會試著下足不會輕易的check放棄 再160萬,下足80萬 那曹瑞是一個S-high啊 變成是S-high真的要抓就只能抓Q10 其他都沒辦法抓了 只有Q10可以抓 短牌你要去抓真的太難 你這邊Q10 怎麼算都只有Q10 你看K10也中了 A10TRAP 真的是只有 真的是很難抓這個 這個 他的A10TRAP 真的是扛不住 BREAK, RIGHT? BREAK? YES 我已經用A9 這還選擇ISO 35萬 那這個BREAK 這個BREAK 有機會是被打開的 因為A10TRAP 之前有跟觀眾聊到 他是一個很適合open 但不適合co-raise的牌 因為A10TRAP 其實進去打其實蠻弱的 那他這邊能跟 主要還是因為有個button 然後重買構成 其實A10TRAP 在翻後 其實是一個不太好處理的一個手牌 尤其在你沒有主動權 你是被動跟住者的話 你可能沒有主動下注的一些 機會 那比較會比較難打 我們的 WIKING用 A9OFF 在 底次 117萬 選擇下注 那就是因為 短牌啊 你可能會 因為A7TRAP 你要擊中一些東西的時候 都並不是太大 那遭遇對手的攻擊 如果沒有真的擊中 兩隊或順子或三條 其實會常遇到像這種類似現在的狀況 會比較難決定啊 那對方其實也沒牌 可是你並不知道 因為短牌其實很容易中牌嘛 所以大家在C倍的部分會比較激進 那當你的牌 呃 沒有擊中到很大的時候 那你必須 會 就是你會變得很難打 所以SJAK就是 簡單講 短牌兩張牌隔越遠越不好 當然SJAK是兩張比較大的牌 可是 你只要兩張不是黏在一起的牌 但在短牌裡面其實都會比較棘手 這邊SJ都比AJ好 SJ去跟住對方的Race 絕對是比AJ好非常多了 那我們YK用這邊沒有彈牌的架子 選擇繼續下注的將近一百萬的底次 那曹瑞這邊 抵兩隊 那其實這邊曹瑞比較尷尬 因為他只剩三百萬 他不太有犯錯的機會 所以這邊 這邊很有可能蓋掉 但是 比賽 來吧 我們來吧